大約一年前我們新界區域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開始了一個YouTube頻道叫做六個面 這個頻道除了會有一些屬靈上的分享 也會有一些生活的智慧在裡面 去跟特朗英姊妹有一個聯繫 亦因為這樣我們開辦了第一次的團馬線單車團 亦因為這個團 我們慢慢用單車成為了我們一班弟兄 和爸爸一起見面的工具 我們由租車到慢慢一個一個擁有自己的車 到日後就踩到晚上 亦會出來吃宵夜 吃飯 祈禱 前前後後我們一起去出車都超過了二十次 我們從沙田去大埔 去到元朗 屯門 上水 落馬洲 還有一些從來都未去過 我都不知道那個地方名是甚麼 亦因為為了應付我們越來越長途的單車行程 還有越來越參與不同的路線 基本上我們每個人除了買車之後 亦都開始研究如何令自己的單車 可以改裝成為輕一點 快一點 甚至乎踩得舒服一點 在疫情之前 其實我定期都會跟朋友出去踩單車 不過疫情之後就真的少了很多 直到今年的年頭 聽到Antinor的一班很熱血的弟兄 他們有心出來踩單車 自己心裡其實都很興奮 因為其實除了可以踩單車之外 其實多了機會跟弟兄走在一起 其實都真的很開心 在疫情下 其實大家都困住了很久 很感激一班弟兄去搞單車團 讓大家有走出來的機會 可以出去做運動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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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都研練大家的聯繫和兄弟情 以前我真的不是經常踩單車 亦都沒有自己的單車 最初我是想跟弟兄一起 今天膽粗粗和大家一起踩 一班弟兄幫我完成了很多事第一次 和突破自己 例如我們未試過踩野車 亦都未試過由沙田阿差去條門這麼遠 我覺得可以用回之前踩單車的經驗 去幫忙規劃一下大家踩單車的路線 或者跟大家分享不同裝備的心得 我覺得自己其實有些貢獻 我還跟方圓有一次在網上 見到一個單車維修基礎班 我們立即去報名 想參加 因為學了之後 我們想可以幫到身邊的弟兄 有一些基本的檢查 還有維修單車 想回這麼多次出車的經歷 裡面都是很多有很難忘的回憶 我們試過不適路而當失路 亦都試過在公路邊狂奔 同時間亦都在爆胎 亦都要馬上回單車店 叫車去維修 我最深刻其中有一晚是很記得的 我們八個人一起踩進大尾督的水壩裡 而我們進去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幫其中一個弟兄的家去祈禱 我都記得那晚很難忘的 我們很晚都還在大尾督 而我一直都是租車的 我12時3時需要在大尾還車 幸好那晚有弟兄一起陪我 回到大尾 當天雖然很趕 但有弟兄之間互通的鼓勵和支持 最後都順利還到車 還有可以趕到尾班車回家 見到單車團的弟兄其實越來越投入 比車的關係都真的拉近了很多 我自己其實都很開心 我們開頭以為單車團 只是我們共同的興趣和見面的工具 但最後我們亦都因為這樣 收穫了不少難忘的回憶和關係 感激神 我們透過單車 我們在疫情之下都可以動起來 感覺做法 感 keeps要穿雪 Также我們在疫情之下 是空間可以休息 如果誰不在急 沒有一木 快點 小火 阿 我